事实上瑞穗五鹤茶产区的蜜香红茶产业 在近五年来因为不少的农三代或者是轻农投入智茶的行列 也明显看出了茶产业的世代交棒 除了从小的耳濡目染 智茶的知识与技术也无缝的接轨 也有轻农情学 跟着智茶的老师傅 一步一趋的学习智茶的功夫 在今年的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中 年轻的茶农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让老茶农相当的惊艳 直说清出于蓝更胜于蓝 蜜香红茶近几年 因为年轻茶农的加入 让五鹤茶产业多元化发展 尤其在近几年来的茶评鉴比赛中 年轻茶农展露头角 让前浪的老茶农 强烈感受后浪的挤起直追 惊艳于年轻茶农的表现 更秀出了茶产业世代交替的端倪 因为我们在做茶的时候 他们年轻人 像我女婿他们都会在场 所以我们会告诉他 这个茶水分消失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去揉年再发酵 这样的话他们慢慢的学 因为制茶不是说一天两天就会了 所以说每次经常都要重复的练习 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印象加深 庆贺的鞭炮声震声欲拢 被老茶农们誉为是今年 逆香红茶评鉴比赛大黑马的魏炳毅 勉腆感谢县补与农会单位长官的辅导协助 返乡从农的魏炳毅 接触茶产业也不过两三年 但不止下问 跟着制茶老师傅 亦步亦趋的学制茶功夫 这一次拿下人生第一面的评鉴比赛金牌 魏炳毅谦虚的说 未来还要更加努力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我觉得让我很惊艳 然后自己 因为还没有想到这个区块 因为茶叶的做法还蛮深奥的 也不是这么简单 可是这让我得奖以后 我觉得让我更有信心的 就是慢慢创立自己的品牌 然后慢慢的成长 而从小就耳濡目染 跟着副职被制茶的农三代谢明远 制茶技术水准不仅是无缝接轨 也不断创新改变 这一次大胆尝试 以有机栽中的金萱 制作密箱红茶来参赛 成功敲开金牌奖大门 谢明远说实在很意外 却也希望能够为密箱红茶 另辟新路 这一次因为小农 有用我们的有机茶 有机金萱去参加比赛 那也融合到金牌奖 对我来讲是觉得还蛮讶异的 对 因为往年的话 金萱品种它比较淡一点 它不像乌龙的滋味比较强烈 那所以在这次评审委员上面 原来金萱它也有特殊的味道 让它有喜欢到这个味道 让融合到比较好的成绩 瑞瑞伍克茶产业历史超过40年以上 近十年来 在新兴的蜜香红茶产业的蓬勃发展 让不少农三代或者青农 愿意投入制茶这个老产业 年轻茶农积极努力 创意也多 也能独当一面 走出新的道路 表现青出于蓝 更胜于蓝 记者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 没关系 字幕 tale curs肥料 不要 你